《信譚堂詩》第四集 《堂詩之美》 看飾篇 《堂代詩歌》有四萬多首 從體財上看 可以分成《近體詩》和《古體詩》 自從南朝永明體出現後 中國詩歌開始講求格律 有格律的堂詩是《近體詩》 如果沒有遵守格律 我們將它稱為《古體詩》 我們在上幾集提過的 《詩經》、《楚詞》和大部分漢藝六朝詩 都屬於《古體詩》 即使唐人所寫的 他們如果在格律上沒有跟從一定的規矩 都可以視為《古體詩》 因此所謂的《古體》 與其在時間上來說 不如在體式上來說 《近體詩》為何要叫《近體詩》呢? 主要是因為這些格律 到了唐代的初期 即是我們之前所說的初唐時期 才發展成熟 所以距離唐代的時間比較近 所以我們稱為《近體詩》 《近體詩》的格律有哪些規矩呢? 當然它要押韻 除此之外有兩樣很重要的規則 一個是對偶 另一個是平質 我們先講對偶吧 對偶來說 即使我們白畫文的創作 都會講求對偶 但在唐代的《近體詩》 它的對偶會更加嚴謹 每兩句詩 我們稱為一聯 這一聯的上下兩句的文字 無論在詩聖上 與與法結構上 都需要一致 這就是對偶 我舉個例子 白日依山盡 黃河入海流 這樣一聯 我們便會發現 白和黃 兩個都是形容詞 日和河 一個是天文的名詞 一個是地理的名詞 伊和入 兩個都是洞詞 山和海 兩個都是地理名詞 進和流 兩個又回到洞詞 律師有四聯 他的第二聯、第三聯 是一定要對偶的 如果是超過五聯以上的排率 除了一頭一尾的兩聯 中間有多少聯都好 全部都要對偶 所以是很難的 因此科舉考試要考律師 就是要考理對於評則 對於語法 對於詞章 對於審美 各方面的了解 至於兩聯的絕句 可對可不對 這就是對偶和靜體詞的關係 不會吧 而且洞詞 不妙 除了 論詞 由 散 非 不妙 不妙 可 不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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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ä 是